限時限量秒殺雞腿 要吃愛探測 雞腿啦 這麼大隻 你看看 這個要吃到雞腿喔 一定要早一點來才吃得到 當季蔬果汁超新鮮 很慢的最新鮮 我在摘葡萄啦 你沒發現嗎 這我喝一口 我就覺得好像要摘喝新鮮的葡萄 入口即化芋頭排骨 沒吃甘味的 很鬆軟喔 現在就來去南機場吃美食趣 只要有美食的地方 就有我小肥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下班購放吧 我就是傳說中的肥特務啦 食物只要遇到我 都無所遁形 當然好吃的南機場 也許也不能錯過啦 日治時期 新建台灣第一座機場 就是南機場 早期 這邊是一座軍用機場 最後機場雖然慢慢荒廢 但留下的 卻是許多讓人吃過 就難忘的眷村美食 今天下班勾放吧 就要來這 號稱0NG美食補給站 南機場 沉破肚皮 吃爽爽去 南機場的第一站就來這一間 好吃雞肉 沒錯 這家雞肉飯 可是來南機場 必吃的經典美食之一 每到用餐時間 都一定大排長龍耶 這家好吃雞肉真的是不得了 要來吃現在有空胃 小飛可是起了一大早 才有辦法來搶到這個雞肉耶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來 看一下 雞腿啦 這麼大隻 你看看 真的要吃到雞腿喔 一定要早一點來才吃得到 不說你不知道 店家食用的都是 當日現在的放山雞 這放山雞因為採用自然放養 所以肉質相當 紮實有韌性 尤其是雞腿肉 口感更是咬不得啊 哇 你看 光吃這個肉 我就流口水了 非常的有嚼勁 但是肉質一點都不軟爛喔 而且搭配上它店家 特調的醬汁 怎麼會這麼好吃 剛剛老闆有偷偷說 他們用的是 放山雞的雞肉 所以肉質是特別的鮮嫩好吃 而且絕對不會柴 柴 好吃到會噴走 你看看 一點都不會柴 然後也不會爛 重點是它皮吃起來 還有點QQ的嚼勁耶 怎麼會這麼新鮮 然後呢 老闆還有說 他們的醬汁是他們自己 特調的 雞汁 然後還搭上一點點的醬汁 這種放山雞 白斬雞 你稍微沾點醬 你就可以吃出那個 雞肉的鮮甜味了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嗎 像這種 還是今年 2018年 畢比登推薦的美食耶 台上畢比登 最佳評價美食推薦 是有沒有這麼厲害啊 當然 光吃這個雞肉是不夠的 其實它很簡單的調味 加雞汁 然後配上一點點薑絲 就會有那種薑絲的清香感 重要的是 來 看到這碗飯了沒有 一口雞肉 一碗他們的雞汁飯 好 一點點醬油淋在上面 然後一點點雞油淋在上面 這種白米飯 就可以一直拔 一直拔一直吃了 不是酒吧 也不是酒吧 這百分百的原汁雞油 拌入熱騰騰的白飯中 雞油鮮甜 醬油調味 單純又有內涵的 古早美味 光這樣吃 就可以拔上好幾碗飯了 超香 非常非常的香耶 你一吃那個雞汁的香味 完全都沖上來 飯又不會煮得太爛 是剛剛好 那種入口還有一點點 嚼勁那種白米飯 一口雞肉 一口飯 超享受的 不光是這樣 店家還貼心提供免費雞湯喔 這樣一整套吃下來 真的是一大滿足啊 跟那男子想吃了 這麼多好吃的美食 現在帶你們來喝點清涼的啦 當然大家都知道 去南機場一定要喝一個 叫做美蘭阿姨的果汁店 他每天都畫得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在外圍啊 也有很多高人氣的果汁店喔 像曉飛現在來的這一家 也是人氣滿滿滿啦 最重要是什麼 他還成真晚滿耶 你是生活有困難還是怎樣 下班購飯後 還要來煎沙賣果汁喔 嘿嘿 歡迎光臨 先生 你要點什麼啊 我想點一杯綜合果汁 好啊... 等一下我要指定一下 什麼 我要兩片西瓜 然後一片芒果 然後三分之一的番茄 然後酪梨啊 酪梨我要半糖就好了 一片半糖喔 然後那個草莓給我四分之一顆 我的草莓頭要 草莓尾不冰喔 這樣打起來才好了 麻煩一下 酪梨草莓 還有什麼我記不住你 你可不可以再 拜託你再講一次 好啦 我再講一次喔 對 我要普草兩顆 然後那個草莓啊 五粒五粒五粒 然後那個番茄汁啊 番茄啊 你幫我切對半 對半喔 我的頭啊 要冰 然後後面那一段要結冰的 學生 你講的兩次不一樣啊 我到底要做哪一個啦 每次講的都一樣啊 是不一樣 我跟你講啦 我這邊剛好有一杯 打烏的木瓜汁 你要不要 現吃了 我們家店內的招牌 就是這個 木瓜牛奶了 我要綜合果汁啊 沒有 我跟你講啦 這個木瓜汁喔 很新鮮 好好喝喔 我今天第一天來打工喔 就馬上喝到這一杯 你真的不懂啦 我跟你講 我們家的招牌 木瓜牛奶就是這個 而且我剛剛沒有加糖喔 居然會這麼的好喝 木瓜加上牛奶 居然都還有自然的香甜味耶 怎麼會這樣 而且 我們老闆娘的好手藝啊 趕快幫我們把木瓜汁 打得咪咪咪咪 然後呢 有木瓜的清香感 加上牛奶的濃郁 哇 好消暑 好解渴喔 怎麼這麼讚啊 小姐 小姐 我秘密是我來點果汁 你怎麼打完自己喝啊 不是啦 我跟妳講到不上嘴巴好不好 齁齁 你這阿飛還沒領到時薪 就先把人家店喝垮了 我看你還是乖乖主持 你的節目就好 喂 當公主真的太辛苦了啦 而且還會遇到那種 假客的來亂的 真的很誇張耶 剛剛看到店面啊 全部都是滿滿的 當季新鮮水果 居然被我發現 有我最愛的葡萄耶 剛剛看到葡萄 一定要馬上來喝一下 新鮮的葡萄果汁 你在幹嘛啊 我在摘葡萄啦 你沒發現嗎 這我喝一口我就覺得 好像在喝新鮮的葡萄 整顆葡萄的濃縮精華 都在這一杯裡面了耶 好像就在果園裡面摘葡萄的感覺 你知道嗎 平常我們吃葡萄的時候 會把那個皮給剝掉對不對 然後紙還會把它吐出去 可是你知道這一杯啊 在打的時候是連皮 連紙 然後果肉痛痛打進去 在這杯果汁裡面耶 所以整顆葡萄的精華 都在這裡面了 超級營養的 而且啊 你喝它真的就是葡萄 我還鋪提老祖咧 不過這連劈袋子的打法 把滿滿的葡萄籽營養 都保留在這杯果汁裡 這一口喝下 就像再是很慢的葡萄一樣 清明的價格 百分百元汁營養 這真的是高CP值的天然飲品啊 南機場的兩大門神 剛剛斐特武攻破了這一攤之外 現在就要到你到對面的這一家啦 他們賣的就是非常好吃的 米糕還有排骨酥湯 而且還是市面上非常少見的 芋頭排骨酥湯喔 走吧 來過南機場的人一定都知道 這一家排骨湯 每到用餐時間 這邊總是一味難求的喔 你看看... 馬上就要點他們家的招牌啦 芋頭排骨酥湯 裡面有好幾塊這種大塊的芋頭 然後還有好多好多 滿滿的都是它的排骨酥喔 微微的胡椒清香味 又不會太濃太嗆 好香喔 現在就要來先吃看看 它的這個芋頭 芋頭燉這麼久 卻還可以保持這種塊狀耶 好鬆軟喔 就是五桑的芋頭啦 你看喔 它不會一夾就爛掉 可是你一吃 用嘴巴一抿 它這個整個芋頭的那個 就鬆鬆軟軟的纖維 完全都跑出來了耶 你看這芋頭燉得有多入味啊 光是在一旁 就看得我口水直流 再看看那塊排骨 真的是太... 我們這個肉質真的好嫩喔 而且就像我剛剛聞到 那個湯的味道一樣啊 一點點清香的胡椒味 然後這排骨是有乳過的 所以它再燉進去這個湯裡面啊 那個精華完全噴發出來耶 它這個排骨上面啊 幾乎骨頭很少耶 完全就是肉跟軟骨而已 而且軟骨啊 有很多人吃排骨酥湯的時候 非常喜歡嚼那個軟骨 就在肉跟軟骨之間 你可以吃到烤烤一點 帶有嚼勁的那個口感 真的很棒 就幾乎可以這樣一口一塊吞下去 你說的我完全明白 光看老闆身旁那台大大的蒸籠 轟隆隆的火焰聲 就看得出這排骨湯的功力囉 再加上老闆用這此碗蒸燉 這超過百度的高溫熱氣 將這碗小小的排骨湯 燉得如此厚實 每一口湯也都是精華中的精華 他們家還有一個招牌 就是這一碗滷肉飯啦 他們飯類選擇滿多的 有像是米糕啊 瓜仔飯啊 今天小肥選的是這個滷肉飯 這滷肉飯也太誘人了吧 光在一旁看就讓人受不了了 阿肥 你就趕快吃吃看 這味道如何啊 有點黏 又不會太黏的口感 就是這種滷肉飯的極致表現了 你看喔 它雖然有這種肥肥的肉啊 但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不是怕 你不會覺得膩 攪的時候越嚼越香 或者這個滷肉處理得很好 它連這個米飯也很厲害喔 很多人會加醬嘛 就是怕說 飯吃起來會不會爛爛軟軟的 但是不會 它把飯也是煮得粒粒分明 配上這個醬 你就覺得既有口感 又有鹹香味 這...這根本就是台南米糕了 Q軟的米粒搭配帶有一點甜味的滷汁 一口吃下 滿滿的古早氣味瞬間湧上 加上老闆醇厚的滷肉技巧 更是讓人一吃就會馬上上癮啦 這板豆腐感覺起來 一夾下去是滿扎實的 豆香很濃郁 然後老闆也是用他們特調的滷汁 下去滷過 真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當然啦 還有配個滷蛋啊 有沒有 滷蛋就是平民美食嘛 吃滷肉飯配個滷蛋喝完湯 一大享受 南地場美食真的很多耶 而且到這地方來啊 一定要吃到最道地的東西啊 像小肥現在要介紹的就是這一家 紅茶加豆漿 非常的有名耶 紅茶加豆漿 這在我家巷口早餐店就有啦 為什麼要來南機場喝呢 這麼大一杯耶 一千cc 才幾個銅板而已 好划算喔 這麼大一杯 聽說啊這個紅茶加豆漿啊 也是來這邊必點必喝的飲料 它的豆香味好濃喔 而且啊它這個紅茶是喝起來 有一點點微甜感的 用的是古早味紅茶 然後加上它的豆漿 紅茶香微微的甜 然後呢豆漿又非常的濃郁 豆香都喝得到 哇 難怪我這麼大受歡迎啦 老眷孫的豆漿真的是有夠厲害耶 老闆用古早味紅茶 搭配這濃的不像話的豆漿 這混搭的口感 真的跟一般早餐店的很不一樣耶 我說阿肥啊 你豆漿紅茶都還沒喝完 又點了這麼大一碗豆花 是怎樣啊 就是這一味啦 花生豆花 然後呢 因為它可以加兩個料 所以我還另外加了昏粿啦 小肥最愛吃剉邊的時候 加了昏粿 這麼大一碗 兩種料只要35元耶 是不是CP值超級高 物價要不長就來南機場 你真是個貪小便宜的小壞壞 不過這碗豆花也太大碗了吧 不知道可會安壯啊 然後 那真的是那種古早味的豆花 吃起來這個豆花會在嘴巴那種 融開的感覺 豆香味很濃很濃 這花生煮得很棒耶 保留一點點口感 不會說馬上吃下去就是融化開 它會稍微吃到一點點 花生的顆粒感 但是花生味十足 很濃郁很香 溫粿是小肥吃剉邊 一定必點的料 所以今天吃這個豆花也來配配看 很Q 非常的Q 真的是不同口感通通都滿足了 我要來吃這碗真的好消暑喔 吃完鹹的然後來配點甜的 然後當作點心一大享受 這南機場還真的是0NG美食補給站耶 不管怎麼吃都覺得好好吃喔 北特屋今天在南機場吃了很多美食 是不是有你們喜歡的啊 那當然啦 因為這邊在地美食這麼多對不對 有沒有哪一間是你們想要推薦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小肥喔 下班各位幫我們下次見 拜拜